今天來到灣仔會展 看 BMW 最新到港的電動車 相信大家都猜到是什麼車 就是 i5 我們在台上看到兩架 一架白色的那架 就是 i5 就是 i5 的一架 就是 e-drive 40 的 msport 版 代理就說 現在暫時最多人訂的都是這一部 一換一價錢就是 728,900 元 主要不同就是有 msport 的包圍 連接 也有一個尾翼 但是 power train 其實跟 40 是一樣的 就是配用了 81.2 kWh 的鋰電 後置馬達後驅 馬力 340 匹 扭力 430 Nm range 就有 582 km WLTP M-Sport 版其實是多了 msport 的軚環 座椅也是一個 Alcantara 和 V 近的佩甲 這裡有一個 msport 的裝飾 安全帶 12.3 吋標板 另外還有一個 14.9 吋的 touchscreen monitor 這個 interface 就是 iDrive 的 8.5 跟 7 是一樣 它有一個 interaction bar 另外這個顏色可以隨著駕駛模式變化 例如你打這個 4 貨燈 會整條連門板都變成紅色 另外中控台其實也是跟 7 系亞那些很相似 跟新一代寶馬 i 很相似 這個就是一個水晶的波棍掣 一個水晶的 iDrive 鍋 這裡也是一個水晶的 volume 鍋 另外你看它所有的冷氣口都是 concealed 就是在這個內部調校 我們來看看這輛 5 系的後座 上到後座 你會發現這輛 5 系的腳位都不算窄 因為前面現在移動得很厚 始終它都是油改電 所以這個中槽位比較高 我面前這輛就是 i5 的 M60 X-Drive 版本 這輛 M60 主要是一個高性能版本 多了前方馬達 即是前後馬達四驅 馬力有 601匹 扭力版 120 Nm 0-103.8秒 Range 就是 516 km 這輛車的價錢也公佈了 就是 998,900 元 一款一計劃之下 M60 版本其實整個鬼面罩都不同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flap 另外這個框也是發光的 這個 21 吋的輪圈 也是 M Sport 版一個標準的配置 車尾也有一個 carbon fiber 的尾翼 M60 的徽章 今天整個展場就有 3 部 i5 展出 在台下我們看到一部 入門版的 E-Drive 40 價錢是 668,900 元 比起之前公佈的意向價便宜了很多 主要是沒有了 M Sport 包圍 Trimming 是比較再斯文一點 其實你看到它的內容 分別不是十分大 主要是配上一個普通的 steering wheel 就是一個 2 幅式 其他兩架 M Sport 都是 3 幅式 但是 12.3 吋標板 和 14.9 吋的中控台 屏幕是沒有變 這次 BMW 強調 i5 是第一架 就是用一個 Regan 的 ladder 大家看到它後面的門框 C柱有個 5 字 代表一個 5 系的標記 另外代理說它們也會引入 520i 汽油版 定價是 618,000 汽油版 M Sport 版是 678,000 汽油版 這次 BMW 這個新車發佈會 也挺特別的 它用一個叫 Leader Submit 智慧城市座談會 去展示它們電動車的新方向 下午就會舉行 4 場座談會 我們看到現場分了 4 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就叫做 Freud Day Forever Freud Day 即是特文的喜悅 這個意思呢 它們有發售一些 Life Style 的產品 有 T-shirt 等等 另外它們在現場展出了一個電動車的平台 看到這個第五代 E-Drive 系統 就包括一個整個鋰電池 大家看到這個鋰電池模組 就是鋪在車底上 另外這個就是一個鋰電池 電動車一個很主要的元素 就是那個馬達 這個 E-Drive 的 Brush Stud Motor 其實你看到體積是非常細的 例如 iX3 或者 iX4 的 35 其實它這個馬達就是放在 rear axle 的位置 到這邊的展台主題就是 E Mobility 和 Innovation 我會講一下 其實它們 BMW Charging 現在在全香港的分部 以及提供一些家裡充電的方案 這邊的主題就是 The Story of the Five 即是說五系的歷史 其實五系是最初在1972年誕生 現在已經到了第八代了 廠說五系由1972年推出至今 已經在全世界售賣超過一千萬部 大約一千萬部 就往下看 這個下方的FM 就在全世界上 超過一千萬部 也就在全世界的中間 這個位置是最初的